中国老年痴呆人数全球第一,茶喝越多,痴呆越多,是真的吗? 年届65的李大业,在朋友圈中享有《茶吃》的雅称,这一称号背后是他对茶文化的深深热爱与执着,这份热爱已伴随他走过三十余载的春秋。 李大业对浓茶情有独钟,他深信浓茶能带来更为醇厚的口感。 因此,无论身处何地,他总不忘携带那保温杯中泡好的浓茶。 每当老伴提醒他少饮浓茶时,李大业总是能搬出各种科学,论据进行反驳,你不懂,网上都说了,茶叶有疏通经脉,排除百病的奇效。 他的眼神中透露着坚定与自信,仿佛自己就是茶文化的权威。 然而,命运似乎与李大业开了个玩笑,在一次例行体检中,他意外地被查出患有胃炎和肾病。 医生告诉他,这很可能与他长期大量饮用浓茶有关,因为浓茶可能对胃部和肾脏产生过度刺激,导致疾病的发生。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李大业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与不解。 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多年来对茶的热爱与执着,竟然会让他陷入这样的困境。 一、复旦大学,茶叶是打通人体经络最有效的食品。 经络,作为中医体系中既核心又神秘的存在,一直承载着连接人体各大脏腑,沟通气血流通的重要使命。 然而,在现代解剖学的视角下,经络这一神秘现象却难以被直接观察和触及。 因此,引发了部分科学家对中医疗效客观性的质疑。 然而,2021年3月,复旦大学研究团队在定量生物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茶叶激发的人体红外影像显现经络系统》中, 首次以系统性影像的方式揭示了中医描述的人体经络网络。 这一研究为原本,看不见,摸不着的经络赋予了可视化的形态。 为中医理论提供了有力的现代科学支撑。 根据中医的经典理论,经络的活动受到两大猝因的影响。 一是人体内12条经络随着每日12个时辰的更迭,自然产生气血的微妙变化。 二是通过服用具有硅精特性的钥匙,能够显著激发经络的活跃效应。 复旦大学的研究人员正是基于硅精钥匙的思路。 成功让经络,自我显现,在实验中,研究人员筛选了数百种钥匙进行试验。 最终发现茶叶在硅精方面具有极为显著的效果。 不同种类的茶叶在饮用后,能迅速引发身体特定部位的发热反应,甚至导致大量出汗。 为了验证这一发现,研究团队进一步开展了深入的验证实验。 他们选取了多名受试者重复饮用不同茶叶并记录感受,同时邀请了24位体感敏锐的志愿者参与实验。 在不透露饮用茶种的前提下,志愿者们详细记录了身体发热的具体部位。 实验结果显示,受试者的报告高度一致,达到了惊人的96%,进一步分析发现。 不同种类的茶叶与中医理论中的经络系统存在明确的对应关系。 黑茶主要影响绝阴脉,绿茶对应太阳脉,青茶作用于阳明脉,白茶关联太阴脉,红茶则与少阳脉紧密相连。 二,中国痴呆症人数全球第一,是茶喝太多。 品名,长久以来都被视为一种促进健康的养生之道,且不乏科学研究证实其能降低多种疾病与癌症的风险,甚至可能延长生命。 然而,最近的一项研究却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揭示了过量饮茶与老年痴呆风险上升的潜在联系。 根据国家卫健委于2023年9月发布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需求洞察报告》显示,我国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人数已高达983万,位居全球之首,且预计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超过4000万。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式,关于阿尔茨海默症的成因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愈发显得至关重要,尽管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病机理尚未明确,但多数研究认为,遗传,蛋白异常沉积,神经地质水平下降,以及神经元损伤等因素均与其发病有关。 那么,饮茶与阿尔茨海默症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于2023年12月在营养领域的前沿,期刊上发表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其中的奥秘。 该研究发现,茶的摄入量与阿尔茨海默症之间存在显著关联,每天多喝一杯茶。 患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将增加48%,研究人员 基于英国生物样本库内超过44、7万条茶叶摄入量数据,并结合国际阿尔茨海默症基因组学项目内的5、4万余名受试者数据,运用双样本梦德尔随机化方法, 深入探讨了基因预测的茶摄入量对阿尔茨海默症及脑容量的影响。 经过三种梦德尔随机化分析,结果显示基因预测的茶叶摄入量与阿尔茨海默症存在显著关联,每日多饮用一杯茶,与患病风险增加48%具有明显相关性。 而在敏感性分析中,未发现多效性或抑制性,进一步增强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此外,研究人员还通过二次梦德尔随机化分析,探讨了茶叶摄入量与脑容量之间的关系。 虽然茶叶摄入与大脑总体积的增加相关,但值得注意的是,茶的摄入量与灰质体积减少,白质体积增加,以及右侧海马蹄体积减少等因素密切相关。 最后,当研究团队进一步在英国生物样本库队列内调查茶叶摄入量与阿尔兹海默症的关联时,他们发现,相较于不饮茶者,每日饮用5至6杯茶的人罹患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相对较低。 然而,随着饮茶量的增加,茶叶的保护作用逐渐减弱,当饮茶数量超过13杯时,反而会使患病风险增加67%。 三,这三种错误的喝茶方式,不如不喝,喝茶虽好,但并不是人人都适合。 据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医师任经经提醒,孕妇、儿童。 心动过速患者及神经衰弱者需慎饮,尤其是浓茶,以免引发心动过速,对身体造成不必要的刺激。 此外,以下三种常见的错误饮茶方式更应引起警惕。 一,浓茶醒酒之误区,许多人坚信浓茶能解酒,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茶叶中的咖啡因虽有利尿作用,但酒后饮用会使胃完全分解成乙酸的乙泉过早进入肾脏,可能导致肾功能受损。 二,肺水冲泡之误区,并非所有茶叶都适宜用肺水冲泡,嫩茶叶如绿茶,以80摄氏度的水温冲泡为佳。 而乌龙茶、普尔茶及花茶等则更适宜用肺水冲泡。 三,高钙食物搭配之误区,应避免在品茶时食用高钙食物。 茶叶中含有草酸,与含钙量高的食物同时,亦促进节食形成。 对健康不利,茶叶在我国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适量饮用却能带来健康益处。 然而,请避免长期饮用浓茶或烫茶,以维护身体健康,避免潜在风险。 好了,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